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这段影片本身让人感到了有些怪异而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还是她背后的故事 2004年2月9日下午7点左右这位名叫莫拉的女大生在参加完朋友的聚会后 她独自驾驶着汽车离开了朋友家 可是当她行驶到新罕布什尔州的黑佛里尔112号公路上时却不幸发生了事故 庆幸的是这场车祸并没有给莫拉造成伤害 据当时最先发现她的一名目击者布奇·阿特伍德讲述 当天傍晚7点左右她驾车从此经过时发现了坐在车内正瑟瑟发抖的莫拉 可是莫拉在发现从此经过的布奇时却拒绝了她的帮助 莫拉声称自己已经打电话通知了警方 她只需要在这里等待他们的到来即可 于是布奇便回到了自己的车上准备离开 可当她正准备驾车离开这里时 莫拉却再三叮嘱布奇不要让她报警 并称这一切由她自己来处理就可以了 布奇看着神情紧张的莫拉产生了一些疑虑 但她还是驾车离开了这里 一路上她都在回想着这个举止奇怪的女孩 布奇考虑到或许是莫拉不想在深夜接受一名陌生男子的帮助 于是布奇拿起了电话她想把这一切告诉家中的妻子 请她来帮助这名女孩 可是此时布奇却发现原来这一代根本就没有手机讯号 那么莫拉刚刚是怎么打电话通知警方的 于是布奇便找到了最近的一家警局 把自己的这一发现报告给了当地的警方 可是当他们再次返回事故现场时 莫拉却离奇地失踪了 当布奇带领着警察来到这里后 他们发现莫拉的车门是索臂的汽车的左侧被撞毁 据警察的推测 当时驾驶者在这条满是积雪的道路上行驶的速度一定非常的快 因为他们发现这辆汽车在受到撞击后 它全部的安全气囊都被弹开了 不仅如此 警方还在驾驶室内发现了一些红色的液体 后被证实那些是洒落在车内的红酒 他们从后尾箱里 还发现了莫拉留下的大量私人物品 从此之后 这名年仅22岁的女孩便失去了踪影 虽然她的大部分物品都留在了车上 但莫拉的手机以及钱包警方却没有找到 显然那是她在离开时将他们带走了 那么在凌晨时分 这名女孩会去往哪里呢 莫拉发生车祸的四周 是一片广袤的森林 警方在持续了几个月的搜寻后 他们几乎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 警方推测莫拉当时没敢报警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自己在参加朋友的聚会时 饮用了大量的红酒 他们还发现莫拉在失踪前 她还因为一起盗窃案件 宪政处于假释期间 或许是这些问题 才让她不愿报警 而在这起案件中 存在最大嫌疑的 则是带领警方赶往现场的布奇 但布奇的嫌疑 却很快被排除了 因为在她离开事故现场后 从此经过的一名女士 也发现了莫拉 警方甚至调查了当晚 与莫拉聚会的那些朋友们 但他们的嫌疑 也被逐一地排除了 而这一切 直到2012年时 这段影片的出现 人们似乎才从这里面 发现了一些线索 这段影片 是在莫拉失踪的八年之后 被人上载到了YouTube上的 这天刚好也是 莫拉失踪的周年纪念日 在这段一分多钟的影片里 这名男子 并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线索 可是却有不少观众发现 当时她在这段影片的下方 说出了很多莫拉在失踪后 警方没有发现的线索 而这一点 也是让大家最为疑惑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猜测 这名男子 便是绑架莫拉的凶手 但由于分享者的那些言论 引起了大家的不满 所以她的这段影片 以及这个频道 也很快便被封闭了 而警方也并没有找到 影片中出现的这名男子 时至今日 莫拉穆雷的这起案件 也成为了新罕布什尔州 乃至全美最神秘的一起 远口失踪爱 这是来自阿根廷MDC报业的一篇报道 位于英格兰康沃尔郡 博德明小镇 有一座历史悠久的监狱 这所监狱建于1779年 直到1927年关闭之前 它已经运营了近150多年了 现在这里的大部分建筑已成废墟 这所古老的监狱仅存的几处建筑 现已被改造成了博物馆跟酒店 但在这过去的200多年里 似乎这里并没有平静过 2017年11月 一名来自南安普顿的男子 在这里拍摄到了一段这样的影片 而就是这段影片 再次引起了大家对这里的关注 画面中出现的这个黑影 被当地人称之为 威廉和普顿的鬼魂 但在这篇报道中 并没有就威廉和普顿做出介绍 于是我们从其他的报道中 找到了一些关于他的资料 威廉和普顿 因为谋杀自己的未婚妻 在1909年7月时被判处死刑 而他也是这里最后一名 被执行死刑的囚犯 据说这所监狱 在被关闭之后 他的鬼魂便一直在这里游荡 据不完全统计 在这148年里 这所监狱共有60多名囚犯 遭到了处决 因此在他荒废之后 这里也变成了一座 名副其实的幽灵监狱 当这里的一切变为废墟之后 博德明监狱 曾一度令当地政府 十分头痛 但谁能想到 在一个世纪之后 这里却成为了 一所豪华酒店的所在地 他们将牢房 改造成了酒店的房间 其他一些建筑 变成了这所监狱的博物馆 很难想象 这样的酒店是否有人真的愿意住在这里 神奇的超能力者 这是一段来自TikTok上的影片 他与在这个平台上 大多数这类影片一样 分享者并没有告诉我们 关于他的一些详细的讯息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哇 影片的拍摄者似乎正在向我们展示一位 能够操控水流的超能力者 这位老者 手中拿着一根 看上去有些奇怪的大手杖 这也让我们不禁想起了圣经中 对摩西的经典描绘 起初 这里的水流看起来就像是 在这名老者的指挥下来回的移动 然而 随着影片的继续 这里的水流 开始出现了一种 看起来非常不自然的移动方式 潮水开始慢慢地流向老者的方向 随后这名老者开始挥手 就像是让他退回去那样 紧接着 水流开始慢慢地退去 露出了水下的岩石部分 然后这名老者 又这样重复了几次 影片结束 那么这真的会是一名 具有操控水流的超能力者吗 又或者 他根本就是掌握了这里 并不寻常的自然规律 而他的手势 也只是在配合着水流移动的方向罢了 对此 你认为那 在影片下方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Number 9 近日网路上出现了这样一段 令众多网友惊讶不已的影片 从这段影片的开始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天空中 似乎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小光点 如果你仔细观察 还能发现 他们就像是在围绕这一个圆形的物体 在不停地旋转那样 看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 但这些分享者 几乎都没有就这段影片 给出过详细的说明 于是我们通过比对发现 这段影片最早是由一位名叫 Gabby Cruz的FB用户分享的 时间是2022年6月27日晚上8点20分左右 拍摄地点是在墨西哥 由卡坦半岛的梅里达地区 当晚吃过晚饭的两人 正在这处街区内的一所教堂附近散步 他们无意中发现 这里的上空出现了一些奇怪的小光点 起初两人以为 这可能是从此地经过的飞机 但在他们仔细观察后 却发现 这可能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这些光点 似乎就像是在围绕着某个物体旋转那样 于是两人决定找一处 没有灯光干扰 且地势比较高的地方 仔细观察一下 这便是他们当晚记录到的画面 虽然这个家伙看起来 距离拍摄者的位置比较远 但他的体积却非常的巨大 影片的拍摄者还告诉我们 从他们观测到这个家伙的出现 到他的消失 大约持续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而只是他们拍摄到的这段影片 就长达两分钟左右 最后随着这个神秘物体上的灯光的消失 他们也无法再观测到这个物体了 孩子的游戏 这天来自荷兰的TikTok用户 Marika David正在楼下坐着打扫工作 突然他听到了独自在楼上睡觉的儿子 发出了阵阵的喊叫声 于是他赶快跑去查看 但一切好像并没有什么异常 他两岁大的儿子正趴在地板上玩耍 可是就在这位女主人查看当时 婴儿房内的监控录像时 他却似乎察觉到了一些什么 在这位女主人查看 根据这位女主人的说法 影片中她的儿子看起来 似乎就像是正在跟某人讲话那样 她还不时地用手指向一边 嘴里压压说个不停 但就在这时 她的儿子突然躺在了地板上 就是这一幕吓坏了Marika 当她将这段影片分享在了网络上之后 便引起了不少热心网友的关注 不久之后Marika表示她的儿子现在很好 她当时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但当事情进行到这里时 却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转折 她的一位观众注意到 在最初Marika公布的一段影片里 她向大家讲述她在孕检时 医生告诉她她怀有三个孩子 但遗憾的是那两个孩子却没能存活下来 所以这位观众认为Marika的儿子 可能受到了那两个婴儿的骚扰 虽然从这段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这个孩子的一些奇怪的举动 但很难确定这一切是否与这位观众所说的有关 这是一篇来自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 2016年7月27日 家住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Chris Mitchell Clare 在一早出门时 发现自己院子里的大门被打开了 据米切儿讲述 当晚她再回到家后 明明是将前院的大门关闭的 而且在此期间 她也并没有出过门 于是她便调取了 从前一晚大门关闭时 一直到大门被打开后 这期间的监视录像 从米切儿提供的这段影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27日凌晨6点十几分时 这扇门突然被打开了 而且就在门被打开的瞬间 这台监视器似乎还出现了些故障 几秒钟后 当监视器再次恢复正常时 大门已经被敞开了 米切儿说 她最初看到这段录像时 马上想到的是 可能有人闯入了她的家中 但在她仔细地检查过后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家中的财物也没有丢失 于是 发生在米切儿家中的 这件奇怪的事情 便称为了周围邻居的饭后谈资 甚至还出现了一些诡异的传言 说在很久以前 那位前房主的女儿 就是死在了她家的院子里 而这些谣言 似乎都很难去查证她的真伪 虽然如此 但当地还是有不少居民 相信这个诡异的传说 当然他们也不是全无根据 注意看这段监视器 在出现故障时 拍摄到的画面 他们认为 这就是那名女孩的鬼魂 也有观众 对这段影片真伪 提出了质疑 而这些质疑最多的 则是画面中 同时出现的这两个时间戳 米切尔也曾解释过这一问题 他说右边的时间戳 是这台监视器的内部时钟 而左上角显示的日期跟时间 才是准确的时间 米切尔的这一说法 也得到了每日邮报的证实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在早期的监控设备上 的确有很多像是这样的双时间戳的设计 右侧的这个时间戳 主要是技术人员在维护或检测设备时 才会用到的 至今为止 这对米切尔来说 他仍旧是个无法解开的谜团 在此期间 也曾有不少媒体报道过 米切尔家中出现的这一奇怪事件 但在这些报道中 他们似乎都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近日 一位TikTok用户 发现了这样一种 令他感到困惑的现象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 他拍摄到的这段影片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 在拍摄者前方的这片天空中 似乎出现了两个太阳 拍摄者跟大多数观众那样 都认为画面下方的这个 才是真正的太阳 因为它要更亮一些 那么上面那个又是什么 相信看到这里 有人可能认为那个是月亮 随后拍摄者 又向我们展示了他身后的月亮 拍摄者说 这才是月亮此时的真正位置 看过这段影片的一些观众认为 或许这是反射造成的假象 他们认为 是水面将太阳反射在了空中 也有观众将它称作是 虚拟世界出现的故障 或许这段影片刚好证明了这个世界 这是虚拟的最好证据 但听起来这些解释 似乎也并不是那么的准确 于是我们查找了关于这种现象的一些资料后 发现了这样一种 名叫太阳犬的类似的气象现象 我们先不解释它的产生原因 但从维基百科上提供的这些图片来看 这种现象 似乎是出现在太阳的两侧 而这与影片中出现的这个光球也并不相同 而这种称为太阳犬的气象现象 是由大气中的冰晶折射造成的 它看起来更像是晕圈 又或是相机的晕影 而这段影片中出现的这个家伙 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光球 对此你认为哪 如果你知道 又或是了解这种现象 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神奇的魔法石 近日我们在FB上发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影片 这位影片的分享者自称 他的一位印度的朋友送给他一件古印度圣物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就是分享者口中的这一圣物 看起来它就像是块菱形的石头那般 上面还雕刻有一些奇怪的符号 影片的分享者为了向大家证实 这块棕色的石头的确有神奇的魔法 随后他又拍摄了一些影片 来证实他的这一说法 在这段影片里 当分享者将石头放在镜子前时 镜子里他的手部突然变成了细长的形状 看上去就像是只剩下了骨头那般 而且明显还能看到他手中的石头已经不见了 紧接着他将这块石头放在了桌子上 只是用手在镜子前晃动 看起来这一切似乎又恢复到了正常 随后他又将这块石头放到了钟表上 就在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当石头靠近这块钟表时 他的指针突然停止了转动 但当拍摄者将这块石头移走后 钟表又恢复了正常 而在拍摄者另外的一些实验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块石头对于其他一些物品 似乎也有这样神奇的作用 但最奇怪的是 拍摄者接下来做的这个实验 让我们看看 当把这块石头放进沉满水的杯子里后 这里发生了什么 在拍摄者将它丢进沉满水的杯子里时 这里面的水立即沸腾了起来 看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 对此看过这段影片的许多观众 纷纷猜测 但他们的这些猜想 似乎都无法解释 影片中出现的这一系列神奇的现象 那么这会是一块 真正具有魔法的石头吗 还是拍摄者制作的一部恶高影片 在开始下面这段影片之前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No.2 贝拉里一家人 现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处农场里 据说他们拥有的这处农场 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在他们将这里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复之后 这一家人便搬到了这里 但似乎自从他们来到这里之后 奇怪的事情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可不可以 你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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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什麼事,寶貝? - 什麼事? - 什麼事? - 我不知道 - 我的想像是在想像中... - 神經病! - 神經病! - 你們都看到了,對吧? - 我沒有騙了 - 而這一切,在2022年6月的某天 似乎變得越發的恐怖 這天深夜,一個奇怪的聲響 從他們家的院子裡傳來 聽起來像是女兒鞦韆碰撞發出的聲音 於是貝拉里立即出門查看 當她發現,秋千自己擺動了起來之後 貝拉里拿出了手機 一邊拍攝,一邊朝著秋千的方向 慢慢地走了過去 但在她仔細地觀察後 卻沒有發現任何異常 於是,貝拉里又回到了房子裡 但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當她回到房子裡 想查看一下監控錄像 找出秋千自己擺動的原因時 真相卻讓她不寒而栗 貝拉里當時什麼都沒有發現 而她的手機 也只是拍攝到了秋千的擺動 但當時監視器 卻記錄到了另外一個人物 她就站在秋千的旁邊 一動不動 在我們開始最後一段影片之前 請別忘記點擊訂閱按鈕 以及開啟小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了 1989年7月 美國廣播公司派出了一組 由蓋伊溫特斯帶領的設置組 來到了印第安那州 格林卡斯爾鎮 對發生在這裡的一起 靈異案件進行調查 因為當時 有不少居民聲稱 他們在這裡的移動名為 奧哈雷的建築外 看到了一些可怕的東西 當設置組剛到這裡不久後 他們的幾名工作人員 就感到了些許的不適 兩名跟隨拍攝的攝影師 便出現了頭痛目眩 有心等病狀 所以在這次的調查中很多工作 也都是由蓋伊溫特斯 跟他的助手來完成的 但目前為止 他們在這次的調查工作中 遭遇到的最令人不可思議的事情 可能還並不止這些 由於他們的人手不足 所以這次的調查工作 也進行的非常緩慢 每當設置組需要去採訪 又或者夜晚他們離開時 他們只能將一些岩石相機 架設在房屋的四周 進行定時拍攝 當他們再次回到這裡時 再對這些設備進行檢查 可是令他們最意想不到的事情 就發生在他們離開後的這段時間內 某日清晨 當他們來到這裡檢查相機時 他們無意中發現了這樣一張相片 他看上去就像是 有人正站在這處窗前那樣 起初蓋伊只是認為 那是拍攝時閃光燈造成的這種情況 可是當他們去檢查另外一些 相機拍攝到的底片時 卻發現了一張看上去更為清晰的相片 這是由一台安裝在客廳外的相機 拍攝到的 出現在窗前的這個光影 看起來似乎就像是一位 張開雙臂的女士那般 我們甚至還能清楚的看到 他的長髮與這件寬大的長袍 而這次相機拍攝到的這張相片 卻讓蓋伊再也無法用設備的故障 來解釋這一切了 因為它是由另一台相機拍攝的 但類似這樣的情況卻還在繼續 幾天之後 他們又在一台 疑似被風吹倒在地上的相機中 發現了一張相同的相片 起初蓋伊在看到這台設備時 它已經變成了幾半 相機的電池也被滾落到了附近的草叢裡 可是當他們取出底片 拿去充映時 一張這樣詭異的相片 卻再一次的出現在了他們的面前 而這張相片看上去 似乎要比其他那些顯得越發的清晰 甚至 我們還能看到這個光影面部的一些特徵 據蓋伊講述 這個光影出現的位置 是在這棟建築頂樓的一間卧室內 可是當他們將這些相片 寄回到電視台 並將蓋伊的這一發現報道之後 卻引起了這棟房子的主人 奧哈雷的不滿 奧哈雷認為 這些負面的報道 會給這棟房子 招引來更多的探險者 他隨即阻止了設置組的拍攝工作 蓋伊從這棟房屋的主人 奧哈雷那裡了解到 這棟房子是他們家族 在一百多年前 剛移民到這裡是建造的 但在幾十年前 從他們的父輩開始 奧哈雷一家便搬離了這裡 他只是告訴記者 這棟房子在不久之後 將會被拆除 重新變成農地 但奧哈雷卻並沒有 對設置組拍攝到的這個光影 以及他拆除房子的原因 做出任何解釋 可是蓋伊在當地的走訪調查中 卻了解到了這樣一個 關於這個家族的奇怪傳言 當地的很多居民認為 蓋伊他們拍攝到的這個光影 是奧哈雷家族中一位名叫 艾琳奧哈雷女士的鬼魂 但這名女士生前的行蹤 卻非常的神秘 人們很少會看到她出門 而奧哈雷一家的性格 也都極其的孤僻 他們幾乎很少於當地的居民交際 所以這也引起了當時不少人的猜忌 很多人認為 艾琳可能患有某種精神類的疾病 因為大家在看到她時 艾琳就只是站在窗前向外展望 而且她不會跟任何人講話 又或是打招呼 在奧哈雷家族 最早搬到這裡居住的幾十年裡 這裡的居民們 也幾乎沒人見到過艾琳出門 甚至是在這個家族搬離這裡時 也沒人再看到過她 於是傳言中人們認為 艾琳可能早已死在了那裡 但最奇怪的是 蓋伊在對奧哈雷家族的目的 進行查找時 他們卻並沒有發現這位 名叫艾琳的女士 而蓋伊溫特斯的這篇報道 在當年卻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他們拍攝到的這個光影 甚至被很多人稱之為粉紅幽靈 然而在這些觀眾中 卻出現了不同的聲音 他們認為 這是ABC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 從而偽造的幾張相片 因為他們從來未對這些相片的真偽 做出過證實 迫於輿論的壓力 這家電視台 只能委託印第安那州的攝影協會 對這些相片 以及底片進行檢測 在對這些蓋伊搜集的資料 進行檢測中 他們甚至邀請了幾位 來自派拉蒙影業公司 從事專業充印工作的技術人員 他們利用當時最為先進的 計算機技術進行檢測 但似乎卻並沒有找到任何一點 不僅如此 他們發現 這個人影 可能並不是由於光影造成的 因為在對這些相片進行放大後 底片中的確存在著明暗部分 而這些 只有在真實的成像中 才會出現 所以他們得出的結論認為 以當時的技術 是很難來偽造這些相片的 而就在大家激烈的討論著 這些相片的真偽時 蓋伊卻得到消息稱 奧哈雷家族的這處房產 已經被拆除了 當蓋伊再次帶領著設置組 來到這裡時 他們看到的 就只是一些建築被拆除後 所留下的瓦礫 這讓蓋伊感到了惋惜 因為他一直試圖聯繫奧哈雷 接受自己的採訪 以及再去對這棟建築進行調查 然而他拍攝的這些資料 也成為了這棟建築 最後被人們記錄到的影像